Hi, My name is Guy Ewan 今天我买了一台GoPro 然后我又买了一台GoPro 那这两台GoPro有什么差别呢? 一台是11代,一台是12代 外包装看起来一模一样 连规格看起来都一模一样 那99%的东西都一模一样啦 那1%我有看到一个 就是我还蛮关心的一个东西 就是8-7全尺寸感光元件拍摄的时候 在4K的时候 12代呢你可以拍30格或者是60格 那这个11代的话呢 4K拍摄的时候只能拍摄60格 所以在12代你多了30格这个选项 让你有更多的位员 就是你有更多的资讯流量 来储存你的资料 那影像品质就会提升啦 就简单来说是这样子 那我就还是买了GoPro 那这个11代呢 我们就再看要怎么处理 在开箱之前我想要分享一下 为什么我买了一台新的GoPro 因为我旧的GoPro有点半故障的状态 就是我插了电池在里面 电池有电但是开不了机 那我们插了USB充电的话 它就开得了机 所以像是我在飞FPV 空拍机穿越机的时候 我还是可以用它 但是我正常使用拍摄 要装电池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用它 我也可以把它当作网路摄影机来用 反正就是有插电就可以用 没有插电只要一插进电池 就整个故障 哇塞这个什么GoPro便当盒 OK所以盒子里面有一些指南 跟一些纸本的说明书 上面还有一些GoPro的贴纸 盒子里面有一个Type A到Type C的传输线 有一组GoPro的快拆底座 然后有一组GoPro白色的新版电池 接着就是我们的GoPro本体啦 OK那最后我们的GoPro12快速开箱啦 那我们就直接开机来玩玩看吧 OK那我们的GoPro12升级完 然后我在里面又装了一下那个GoProLabs的神奇的外挂韧体 反正我们两台都是用GoProLabs 那设定也完全一模一样 那我们就直接来 实际拍拍看到底差在哪里 那我有刚刚发现有一个就是 我们的GoPro12它有称它比较省电 那我发现它的荧幕的亮度如果调到最暗的话 它前面后面的两个荧幕都比我旧的9 就这一代的荧幕还要暗一些些 所以可能也是因为 荧幕比较暗所以也比较省电吧 目前两台GoPro都是拍最广的状态 那旧的GoPro是拍4比3 那新的GoPro就是拍8比7的部分 那很明显你可以看到高度就有差 就我们上面 旧的GoPro目前现在已经看不到我上面的摄影灯的部分 那我们新的GoPro12 已经可以拍到上面摄影灯的部分 就是高度更高 但是宽度呢 看起来是差不多 应该是一样啦 应该宽度是一样 但是高度有变高 那因为我们自拍荧幕这边是1比1的比例 那我们GoPro12因为拍8比7的话 那接近1比1这整个荧幕已经几乎塞满 所以看到的东西 理论上会比较多 就是画面会比较大 那我们旧的GoPro是拍4比3 最广的状态是4比3 那很接近 可以填满1比1的状态 但是下面有保留 还蛮大的一个空格 GoPro12我们那个荧幕解锁部分又变回用滑的 这真的是方便很多 跟我旧的GoPro4的解锁方式一样 就是这样滑过去 因为GoPro9的解锁方式真的是超烂 真的很难用 因为它是要点它 然后滑它 然后再点它 就真的有点智障 那就来到我们的测试时间啦 那我们的GoPro9跟GoPro12的设定 没有写的都是完全一样 那写出来就是可能会有改变的部分 我们先来测试 我们GoPro两台最大的影像尺寸 都是5.3K 30P的部分 第一个我发现的就是GoPro12在同样的曝光值下面 它看起来比较暗 那我们放大检视之后 我们看到GoPro12有更多的影像细节 但是也掺杂了更多的影像噪点 但GoPro9的影像噪降 看起来好像加了太多 变成它直出的话 它的影像已经变朦朧不锐利 看起来就是一个白内障的概念 GoPro12至少还保留很多细节 那影像噪降就是看个人使用喜好 就是如果你要直出那可能就是坏事 但是你如果要后置的话 那这可能就是好事 那为什么12可以有更多的影像细节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它的流量 它的bitrate更高了 我可以把GoPro12的流量调到每秒180倍 那如果GoPro9的话 它只能highbitrate就是每秒100倍 所以直接多了快要两倍的bitrate 那因为我们的bitrate变高 所以我们的GoPro12没有降噪开这么强的话 我们的影像细节变多 那我们后置也可以让它来调整 我们想要的东西 而不会变成一坨没有资讯的 不知道是什么鬼的东西 下一个测试我们来到的4K30P 我们把影像尺寸调低一点 但我们的流量还是一样 所以GoPro12还是180Mate 那GoPro9还是100Mate的部分 那我们放大检视之后 我们看到GoPro12的中心跟边缘细节都比9还要多还蛮多的 那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特别是它的影像噪点比9还要再更少了一些些 所以GoPro12在4K30P的时候 我们整体就是更多细节 但是更低的杂讯 就是影像升级的部分 那GoPro9整体看起来就是有点像白内障 就是看起来有朦胧的一层东西在前面 好像镜头没擦干净 但是镜头有擦干净 下一个我们来测试慢动作的部分 那一样的问题就是GoPro12在一样的曝光 看起来超级暗 暗的还蛮多 这看起来已经不止半挡光了 这看起来爆炸暗 另外一个发现就是GoPro12的杂讯比例不太一样 那杂讯就是由黑白的杂讯跟彩色杂讯组成 那12的黑白杂讯比较多 彩色的杂讯几乎没有 但是我们看到9的话 我们彩色杂讯还是非常非常多 那我个人喜好喜欢在后置的时候 把我们的彩色杂讯尽可能的消掉 但是黑白杂讯呢 我就是尽可能保留它原本的样子 所以这样子的使用情况下 我们GoPro12就比较大的优势 那旧的GoPro9的部分 它还蛮多彩色杂讯的 所以你在后置处理就比较困难 然后尤其是它又是8bit的档案 那真的是整个处理起来 常常会出现还是一块一块 然后没有细节 颜色细节 然后看起来很糟糕的影响 那下一个我们来测试GP Log的部分 那就是我们在新的GoPro12才出现的Log档 那虽然11你也可以用GoPro Lab 然后应声出一个Log档 但是GoPro12就直接内建到 我们原生的韧体里面 那我看网路上大部分的创作者 都在批评这个GP Log 真的很难用 然后就是尽可能不要用它 或者是就是很烂啊 很暗啊 然后扎讯很多啊 那我经过我的测试 我觉得他们讲的可能是一部分 因为我们不太可以把我们的正常 像是我们拍摄个Flat 屏的那个Color Profile 直接把这些设定全部搬到我们的Log Profile 因为整个就是不太一样的东西 Log其实已经是把我们的暗部增益 增海蛮多了 所以当然噪点会比较多 但是你就要自己去处理嘛 这就是尽可能的把我们的影像感光元件的所有动态范围跟效能 全部都塞到我们这小小的压缩的影像档案之中 所以才会有出现Log 档 那这个Log Profile的详细跟延伸跟深入探讨 会在我们之后的影片再做更详细的测试 目前我觉得这个GP Log还蛮有发挥潜力的 但是你前提是知道你自己要做什么 你到底在干什么 你才能使用这个GP Log 不然你就会直接直出 然后就说哇塞这是什么垃圾影像 然后叫大家不要用它 但是你如果真的有在用相机的人 你可以自己去测试 然后让它发挥到这个感光元件的极致啦 那最后我们想要再讲一下我们Color Space的部分 色彩空间的部分 因为我们GoPro大部分的设定 全部都建立在709的这个色彩空间里面 REC 709 但是官方有一个神奇的设定 埋在我们的白平衡设定 有一个Native White Balance 原生的白平衡这个神奇的设定 那研究一下发现它这个原生的 White Balance其实就是展开我们整个感光元件的色彩空间 它不是REC 709 它是比REC 709更大的色彩空间 它说几乎是2020 但也不是2020 因为它就是整个感光元件的真实的 百分之百的色彩空间 所以像是我在画面中打了一个百分之百蓝色超级饱和颜色的光 那我们在正常拍摄的时候 那看一下蓝色的光整个直接Clip 直接没有任何咨询 就是蓝色一片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那你这样饱和也没有办法把它救回来 因为就是因为709这个色彩空间的限制 但是我们只要把我们的白平衡调成原生的白平衡 那我们色彩空间直接变超大 超过我们的709色彩空间 那我们的饱和度超高的蓝色 竟然里面全部都是细节 这个不是只有GoPro 12可以办到 这GoPro 9 更旧的GoPro几乎都办得到 那这就是一个神奇 然后官方也没有说清楚一个神奇东西 但是我觉得这个色彩空间 你在旧的GoPro还是尽量不要使用 因为我们旧的GoPro还是用8倍 那么GoPro从11开始有10bit的影像档案 那整个影像你在后置调整 你想要怎么拉就怎么拉 那比较不会有那种阶调出现 但是我们8bit档案 你一拉它整个那个阶调就出现 看起来就很糟糕 所以最后影像品质的升级 就分成三个重点 第一个是噪点的比例不同 彩色的噪点变少 第二个就是多了10bit这个选项 那你在后置调整中 比较不会有一阶一阶的阶调出现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影像流量 可以调到超高 每秒180Mbps 这已经几乎是GoPro 9的两倍了 真的是超级猛 这真的是没什么人讲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 超级无敌重要的一个重点 目前这一个GoPro 12 我应该只玩了冰山一角而已 因为它的GoPro Labs 韧体 就那个外挂的韧体 真的超厉害 你可以调整非常非常多东西 因为它用了GP2处理器 那处理器变了 有一些GoPro 9没有办法办到的事情 GoPro 12跟11 11跟12都可以办到 那真的是超厉害 有很多东西像是色彩空间啊 然后你的log曲线啊 然后你要调整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好像开外挂一样 你可以让GoPro 12直接升天 变成一个超级厉害的摄影机 反正那个应该就会在下一支影片 来跟大家做分享 影像品质的部分没有差太多 因为就还是一样小小的感光元件 怎么样拍都还是长那样 就是没有什么技术突破啊 或者是怎么样 就不会有什么忽然 哇塞动态范围变超宽 或者说哇塞颜色变得超棒 可能10bit 这对调色的部分有帮助 但是其他的部分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比较大的差别是感光元件变高了 所以我们拍到更多东西 这很符合运动相机啊 运动摄影机的要求 就真的是拍越广 越多东西越好 然后真的我觉得这个感光元件的尺寸升级 我觉得高度升级它其实没有变宽 但是高度的变高 对这个升级我还蛮喜欢的 那其他就是UI啊流畅性啊效能啊之类的 微微的各种地方升级 那堆积起来就变成一个比较大的升级 那重量也升级了一点 变重了一些些 反正顺势还蛮棒的啦 就是开心继续拍你的东西 那就是认真拍 开心拍 多拍 那就可以拍出好东西 好啦那这我们今天的GoPro 就然后到开箱12的分享影片 大家喜欢这个影片按个赞和订阅我们 大家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 这里有一个全部的开箱影片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